來看到日前桃園鎮明檳榔攤的吳老闆 幫忙協調同業朋友啊 這個債務的糾紛 沒有想到卻是公親便是主了 翻賣坎的傷痕累累 當時店裡闖入九名二煞 吃的利器就圍毆吳老闆 他的手掌差點是被結成兩半了 頭部也縫了好幾針 現在呢 他想開瓶水來喝都非常的困難 九名二煞深夜持棍棒利器 氣勢洶洶的闖入檳榔攤 衝著老闆叫囂 員工們嚇到全龜縮在店內一角 把老闆護在後方 雙方拉扯推擠老闆跌坐在地 二煞趁機展開一陣毆打 被圍攻的老闆 頭破血流 全身傷痕累累 手掌差點被結成兩半 縫線穿過掌心相當驚悚 整間店都被他的鮮血染空一地 畫面觸目驚心 我的傷就是左手被砍斷 有裝人工骨頭跟鋼板 那右手就被他砍到任代斷掉 我隱約有聽到他說給他死 給他死的話語 事發在日前 同仁市中立去到某間檳榔攤 吳老闆控訴自己原本幫忙 調解同業友人間的貸款問題 其中一方還辱罵對方老婆不雅自演 老婆打電話要吳老闆店裡的人 跟他一起去討公道 但事後受到道歉就作罷 沒想到兩個禮拜過後 有人突然質問 大家怎麼都知道老婆被罵 吳老闆覺得莫名其妙 疑似一時心直口快 惹怒對方派小弟上門洩憤 公親便是主 吳老闆被九名二煞圍毆 身受重傷 但警方目前只抓到六人 讓他十分害怕其他余黨會在上門尋仇 記者李明鏡 王小華 桃園報導 阿嬤